大家好,我是小珍 今天我们用豆腐皮来分享一道 鸿焖干豆腐的做法 做法简单,保证你一看就会 首先咱们来把豆腐皮改一下刀 给它切成宽一点的条状 切成像我这样的就可以 下面锅中烧上水 咱们先把豆腐皮焯一下水 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放碱能使豆腐皮吃起来更加的爽滑 开锅搓水两分钟后 咱们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入清水中给它清洗一下 再准备一小块清洗干净的五花肉 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一个大青椒 咱们把辣椒霸给它去掉 然后切成辣椒块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一小节的大葱 给它切成葱花 几个大蒜和一块老姜 给它拍一下 做成末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油 放入五花肉扁炒 炒出里面多余的猪油 这样吃起来才香 待五花肉扁炒至表面微黄后 放入葱姜蒜炒香 接着烹入料酒和生抽酱油 炒出酱香味 然后加入十量的清水 放入清洗好的豆皮 下面咱们就来给它调味 加入少许的盐 白糖 蚝油 一点点的老抽调色 把调料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开中小火 把豆皮烧至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下入青椒块 烧至断生 接着淋入水淀粉勾芡 让汤汁都均匀的 包裹住豆腐皮 然后咱们就可以出锅装盘 下面才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咱们把干辣椒放在豆腐皮上面 然后锅中烧上热油 把热油淋在干辣椒上面 进一步激发出香味 这样我们的鸿焖干豆腐就做好了 这个菜别的毛病没有 就是太费米饭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下期再见